哈利路亚 爵苏我们感谢您 这是美丽的天蓬堂 要转角进来的地方 这梯子行的路 前面的叫Furtledge 这条街叫Tapentown 所以我们就执意 天蓬堂 凡进来这里的都是天国朋友 在这个转角口有一片政府地 大家进来要小心哦 看到这里有一个下水道口 有点高 开车要特别小心啊 在栏杆前面 那么转进来 你隐约约可以看到 我们的挪亚方舟 已经透过这小树丛 可以看到了 接下来进到我们的庭院 我们来看看前院 很大哦 前院绿草如荫 每一片的土地 都需要人来管理 都需要人去维修 那么每一段的树枝 都需要人去修剪 所以在维系这个天蓬堂的 过程当中 也不容易哦 这需要在这里好好品味 上帝创造的美好 好好体会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这个是前院 这些草呢 也都是自然生长 不过经过修剪之后慢慢长 一场雨之后 它又再长起来 看到这个地上有一点 缺了一些草 那是因为原来的地 坑坑洼洼的 我们需要去把它填补起来 用一些泥土把它填补 还要去找一些的草皮 将来再慢慢的把它填补起来 我们人也是一样 不完美的地方 都需要慢慢的去修理 慢慢的去填补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天蓬堂室内 那走进去的话 那也有另外一番的天地 我们现在先把室外看一看 我们这样看过去 你看每棵树都是高耸的 在我们这整条街 就是天蓬堂的树 真的是高耸入云呢 前院后院都是这样 那去到别人家呢 未必如此 所以天蓬堂真是得天独厚的 流奶与蜜之地 这个地呢 是有一点颇壮感觉 但是非常的柔和 非常的舒适 感谢主 你看看 要走出这个大门 这个感觉 也好像是 我们走出去就要传福音了 走出去带着 满心的释放开怀 要走出这个门 就要去传福音 去跟灵舍问候 感谢主 你看看高耸入云 这个树在我们的门前 也好像守卫一样的 感谢主啊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在天蓬堂 嘿 这里有一只梅花鹿 如露肯物吸水 那么这里还有一只鹦鹉 当然都是 只是一个放在这里的 在绿里面点缀着一点的红 好美啊 那我们来看看天蓬堂的院子 哈 我们待会再走 好 这是我们的车库 我们来走到院子 瞧瞧 在院子里呢 我们右手边 就有一个花圃 那这个呢 曾经都已经杂草全部捡完了 现在呢 长得很快 因为长起来的野鸡版都是自己长的哈 如果真要种树啊 种果子啊 种蔬菜啊 都需要人去浇灌 用管理 免得刚长出来 就给小动物吃了 那么 这个整个后面呢 有一个游泳池 现在的游泳池是封住的 那游泳池呢 现在 今年我们不会开放了 因为疫情 在2019年的时候 游泳池曾经开放 大家看到我们的视频里好开心啊 那么我们在室内呢 大家也看到那个 里面有秋千 有蹦床 小朋友来特别高兴 在蹦床上跳啊跳啊跳啊 那我们基本上 在整个的大院子这里呢 你看 都是非常柔和的 非常舒适的 那这个地方呢 所有的这些器材 都是我们 也都不是买来的啊 都是别人算淘汰的 不过呢 对我们来讲 都是管用的 所以我们都需要这些座椅了 这些BBQ所需要的桌子啦 来看看 好 我们走到底下 这个地方呢 看起来东西有点多 不过呢 也都用得着 我们慢慢整理 好 底下呢 底下呢 就是我们后面 还有一艘的 彼得渔船啊 这块地方 也都被整理的 差不多了 本来这一块是非常凌乱的 现在这一块 已经被我们都整理出来 越整越整齐 非常干净哈 没有一些凌乱的东西了 你看 这样看过去 因为 这些的树也都是一样的 高耸 啊 感谢主 你看 每一棵树 非常舒适 好 那么 这地方难免有一些 旧的铁网 很重 一个人拿不动 都需要同工啊 弟兄姐妹啊 来帮忙 我们刚才从前院呢 好几条路可以走到后院 那我们刚才从前院 是从游泳池这边走过来 如果我们是从这条路走过来 我们稍微 看一看啊 所以我们可以在 相间漫步一样 哦 你可以看到那艘船了啊 等于从后面看上去 所以这边呢 又是一片的天地 那 如果不捡草 那么这里就都是 杂草丛生 是没法走路的 可是现在呢 大家看 整整齐齐的 非常好啊 好 那我们看看 这边呢 如果不是夏天 如果是冬天 很可能就有一些杂的树枝 可是现在呢 就是绿意盎然 当然都是野生的啊 那既然我们不会用到这么大地方 那就让它长吧 也不必都把这些野生的全给产平了 我们就产到这个程度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捡草了啊 整理啊 就差不多就行了 不是说每一块地方 那也是捡不完的 因为这些野生的都是长不完的 长不停的 比自己种的长得还要快 好 那我们看 这边是一个马房 这个马房总共是五个马房 原来这个地方都堆满了一些杂物 现在这个马房这里 基本上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 我们努力的在清理 前一个房屋主也留下了很多杂物 这个是一个法拍屋 所以呢 过去也有一些他们的东西都没有清好 没有修好 那你看 这个地方可以在这边散步 对吧 在彼得渔船这里 我们可以看过去 整个后院 又是一大片 这个地方曾经是 马房后面给马跑的地方 有围栏围着 现在我们围栏都拆了 因为没有养马也不必给马跑 我们人散步就可以了 所以那里是马房 当然我们这里堆了一些工具 你看这是马房的后面 往前看过去 那我们再看过去 整片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所以彼得渔船 盼望法官能够盼 让我们可以留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 这几个字呢 虽然不是出自于圣经 不过它的意思就是 不要忧虑 不要烦恼 没有问题 盼望弟兄姐妹 我们多一点祷告 首先让这个船 如果能顺利的 还留在这里 就算他被拖走了 也去到喜欢他的人身边 那么也盼望 将来若是船不在这里 我们心里依然一想到 彼得渔船只是一个象征的意义 可是我们真正呢 要领受耶稣对彼得说 也要得人无得鱼了 所以我们暂时叫 Peter's Fishing Boat 好 那我们继续的往前走 看看这个地方 还有 我们再把这个高耸的树 再来瞧一瞧 哦 你看多舒服啊 好像被这个整个大自然拥抱着 呵护着 拥抱着 所以 天鹏堂的每一个角落 都可以欣赏 每一个角落 都觉得有神的爱在其间 我们真是感恩 真是赞美 好 我们盼望各族一的 将来我们的朋友 那进来的都叫做天国朋友 如果你曾经来过 那你就已经是天国的小主人 那么也是天鹏堂的小主人 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我们大家的 是神给我们预备的 我们这样看过去 你看只要有房子 就会有些器材 就有些东西 东西如果不放整齐 人多了 小朋友玩玩具 大人要拿东西 东放西放 难民就会凌乱 而且万一吃了东西 需要收拾 就有垃圾 这些呢都是基本的工作 不过呢只要人多 大家在一起 大家的手动一动 就都能够完成 也不是让我们担忧的事情 那在这边这一片呢 如果走上去的话 又是一片冻天 我看看我们待会 可不可以过去看一下 那我们先就看过去 马房现在目前 我们还暂时 门前都堆了一些的杂物 马房里也都是一些储藏 储藏什么呢 都是别人捐的一些的家具啊 一些可以用到的 可是我们现在暂时用不到的 又觉得丢了可惜的东西 所以这些都需要慢慢的来丢 慢慢的来送 真的用不到的 摆的也是占地方 所以我们都需要去慢慢整理啊 那么原来这一些的石头 都是散落的 到处都是 那有石头捡草的时候很麻烦 会把捡草机打坏 所以我们都要捡 把石头堆在一起 那这样堆很凌乱 有空的时候 就要把它堆得更好看 成为一个形状 甚至像个祭坛 或者是还有它的意义 所以呢 我们都需要慢慢用一些的巧思 让神来带领我们 好 大家对于天蓬堂的地理位置 情绪啊 这么美丽的花朵啊 感谢主 这么可爱的蹦床 凡是孩子来到这里 在上面跳啊跳啊跳啊 可爱的鞦韆啊 让家长在旁边聊天 孩子就可以爬上爬下的 消耗他们的体力 释放开怀他们的心 感谢主 我们看一下 在天蓬堂的这一头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小屋 以前我们养过了好多只的鸡跟鸭 现在都送出去了 因为它实在需要花太多时间 我们体会一下就行了 养鸡养鸭不容易啊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生命 那么养小生命 小家禽都不容易了 那养人更不容易了啊 好 那我们看看 这边好像有一个阳长道 这个道呢走过去 真的要走过去的话 我们就走过去看看吧 稍微看一看啊 你看看现在能走哦 以前是走不了的哦 现在走过去都有路哦 以前呢 都是杂草重生的 以前呢是没有这样的路平平的 高高低低随时会采到什么的树枝 现在呢还是有一些导落地面的 这个是自动断裂的 不是我们锯掉的 还需要慢慢的去把它锯短了 清掉啊 你看看 这就是后面 到底我们的界限在哪里呢 你可以远远的看到银居的fence 都看不清楚了 现在天色暗了 可是你看 这后面还有一大片呢 如果我们继续把它 杂草再清一下 这么大地方要做什么呢 哎呀 这么大地方 是属于我们的地方 不管它要做什么 我们就让它清洁 整理 干净 将来就是有用的 人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疏散 可以分散 而且呢 你想祷告 你到哪一个角落 你都可以好好的来清静神 好 那我们现在 要走到比较前远的地方了 要走回到刚才 跟大家介绍的天蓬堂 每一次讲到天蓬堂 我就会想到天堂 不过呢 这里呢 是我们为天堂 我们将来永恒的家乡 预备什么 预备去的人 所以叫做天国朋友 把他们都召聚起来 将来呢 有一天天堂的门 敞开的时候 我们都要进去的时候 我们现在这些天国朋友 各个都要进去 这就是天蓬堂 我们的意向使命 我们想要做的是 那你看 这一大片 是我们 车子可以开进来 开到后院 所以我们要载什么东西 要运什么东西出去 车子可以开进开出 都没有问题 这个道 已经很方便开了 以前不是哦 以前这块地很泥泥 车子开都会卡在这里的 现在呢 我们人走也可以 车子开也可以 大家看到这个石板 原来这些石板打来的呢 也都是别人不要的 我们把它捡过来 不是吗 捡过来很凌乱 需要想一想 石板要放到哪里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石板 成了我们人可以走的路 万一有下雨天 地上有点泥泥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石板 可以踏 我们在很多美丽的公园呢 或者是一些庭院呢 也都有看到 人走的路都有石板 让我们可以踏上去 那就代表 有人在为我们要走的人 预备到路 好 那我们看 这个是我们的 要出门的地方 刚才我们进来的地方呢 是前面进来的地方 是吗 现在呢 如果你要走这里 就是双车道 所以走左边 走右边都可以 如果有一部车停在那 你就走另外一个车道 所以很少看到 庭院是双车道的 双车道 以至于我们就可以 要进要出 随时都可以进出 我们曾经在去年 Mario Weekend的时候 那一场聚会里 我算了一下前院 就是像路边停车这样 在停在这个道的两边 停的整整齐齐 算起来有三十部车 这只是前院 没有压到草坪 那如果真的停不下 这个地方也可以停车呀 也可以停好几步啊 也还没有压草坪 因为它现在是泥土 所以啊 天蓬堂 如果有一些朋友来访的时候 室内室外 一分散 看起来人就不多了 所以它的确地方够容纳 够聚会 室内也可以 室外也可以 而且它是属于边间的房子 比较不会影响邻居 我们不要出太大的声音 不要让邻居感觉到 我们这里一大群人干扰到他们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天蓬堂 美好的家园 我再往前走一点 再回头来看看整个景观 大家会感觉到天蓬堂的 那份的开阔 那份美好 我们也看到这边的树 这棵树 两棵树都是从我们家那边移植过来的 连根把它挖起来 又连根栽植下去 希望它好好活 看样子是活了 我们已经摘了两三个礼拜了 看样子这两棵树都活起来了 感谢赞美主 这树摆在这里 比摆在我们家门口那里要好 有作用 不过这个地方树这么多 当然也不少 这两棵小树 不过这两棵小树 能够摆在这里 也是它的荣幸吧 感谢主 好 看看这整个的天蓬堂 浏览一下 多好 现在因为是天色黄昏了 都快要八点了 还能够拍出这样的镜头 盼望能够留给大家一个美好的印象 那么也让我们看看天蓬堂各方面 我们已经整理的蛮像样的了 只是细节部分 春夏秋冬的运转 冬天要沉雪 秋天扫落叶 那春夏的茧草 是生生不息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 不过呢 牧师师母在这儿 做得开心 我们从家里开车过来 大概十五分钟 然后在这里 就开始 不是跟人约谈 谈福音 就是动手 来做一些工作 室内室外的整理 晒晒太阳 然后 一面做事 一面为这个地区的人祷告 也为未来在天蓬堂的事工发展 来祷告 求神预备合适的人 跟我们同心同工 好让神所给我们的天蓬堂 我们不辜负神的美意 感谢赞美主 一切荣耀归给主 平安归给我们 所有愿意为神的果度效力尽忠的 我们的子民百姓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